这起恐怖车祸今天凌晨1点20分 发生在南北大道第405公里处 事发时 再有一家五口的本田Stream轿车 路过霹雳州丹荣马林路段时失控 相继与一辆普腾Suprema 日产Frontier第二国产车Asia发生碰撞 本田轿车严重损毁 扭曲变形 车内一对父母和两名孩子当场惨死 肖整员证实 死者分别是阿莫法医扎和妻子诺法兹拉 以及他们的两名孩子 8岁的努艾米 以及3岁的阿莫法克里 两名家长的另一名5岁孩子阿莫法奇 侥幸生存受伤送院 至于其他涉案车辆的6名乘客 没有大碍 另外两名伤者则送往霹雳士林河医院救治